当尊尚跟花千古这对师徒 爱的是惨兮兮的时候 大热抗日剧《伪装者》 则为我们示范了一出 年轻距离师徒情深 道的一个众模表达 尊尚啊 你可得好好学习一下呀 首先为了宣誓对学生的权威呢 讲话一定要用霸道的总裁范儿 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我的邀请 另外多做一些 带有感情色彩的肢体接触 比如摸个小手啦 就比如捏个小脸啦 用细节来征服对方啊 说回这个《伪装者》逗中的胡哥呢 按照目前的预告片来看 期间开启霸屏模式 狼牙榜马上播出了 大好时光也准备着 这胡哥天天见的节奏 是又要迎来事业的第二春了吗 说到这里呢 侯侦探对这位一夜走红的逍遥哥哥 是感慨万分的 虽然现在说一辈子太早了 但是娱乐圈里 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公司的艺人 胡哥说是第一 谁敢说第二啊 19岁时他还是一个孩子 现在他33岁 已经变成大叔了 14年了 身边来来走走的那么多 就连老板娘圆红都拽着铺盖跑路了 胡哥居然是纹丝不动的 绝不浓窝呀 而且侯侦探多放大听啊 他在圈内的口碑很好 一不来事二不作呀 凌差评令人震惊啊 唐人不给他办一个永久优秀员工 给个股份呢 侯侦探作为粉丝代表都不答应啊 说到这里就要插播一下 胡哥在初入大学时 就一见钟情的圆红啦 他们之间的幸福圆满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微博上我们看到了 他们的爱情跨越南北半球 小红花小红花叫的 连围观群众都害羞了 而圆红据传在06年 胡哥车祸的时候 也是一年没有拍戏 陪伴着爱人啊 间接的证据就是两人 履历显示07年都是没有拍戏 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爱人啊 一年不觉气对一个演员 尤其是那个时候 大家怎么还不是很稳定 生活上还有一些压力 不过虽然两个人感情很好 但也不能排除当初两人 默默争夺一哥的局面呢 大家都知道啊 唐人公司戏少人多 圆红被胡哥挤得离家出走 且再也不回来的这事啊 也是真真的假不了啊 资历条件系录都差不多的两个人啊 要是换成猴真摊 我也不愿意一直为另一半 做万年老二啊 而之所以这样了 都还没有上演 闹翻决裂撕逼护黑的戏码 只能用真爱两个字来解释了 在爱情面前呢 世界根本不值一提啊 他不是我的另外一半 他是我的全部 他是我的全部 如此正能量 简直320万个赛都不够啊 不过前段时间换了小公司 世界依然没有什么起步的圆红 封开了对象 竟然是一个女搭 本以为此事应该上热搜榜了 结果被粉丝刷上热榜的 竟然是胡哥公布恋情啊 第二才是圆红 这人圆红的女朋友 清何以堪啊 回头我请胡哥吃饭啊 谢谢 另一半一情别恋 胡哥也只能去跟威女郎 玩了一场闪恋闪分啊 最后不得不违反公司的规定 不仅久控发微博 还在微博里发久疯呢 简直上小伙伴们是陶醉了心啊 好在胡哥在事业上 是很有追求的 曾经的小鲜肉 显然不愿意慢慢变成老腊肉啊 这段戏份也开始 往老溪谷奔去了 至于她的感情问题呢 猴正探恰至于算啊 曾经的CP都已经是不可能了 杨敏结婚生子 刘亦菲跟了韩国我爸 林怡辰嫁作人妇 刘诗诗随了四眼 连袁红也给跑了 所以啊 就剩下最后一只了 霍建华同学了 俗话说得好啊 是胡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啊 白豆腐跟我有不解的渊源 两人投在芒果台 八点党的伪装者 跟十点党的花仙谷 不畅负责呀 还同时派一家公司的戏 你去战长沙 我去狼牙榜 你被请闭言 我做伪装者呀 这种莫名的羁绊 看的CP粉 简直是要劳累走的嘛 要知道啊 两人自打仙剑三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合作过了 但是曾记破 霍建华在访谈中 曾公开释爱胡哥呀 胡哥这么说完之后 你会不会去找他算账 不会 我会真的考虑一下 而胡哥也在花仙谷 微访谈里 调戏了一把好机友呢 在这里 猴正探就发现了一个 奇特的现象 就是胡哥跟同类型 同年龄竞争对手 总能成为好朋友啊 对比起来 以前的刘诗诗 跟秘密也就太可惜了啊 至于原因呢 首先必然是因为 双方的关系是真的好 而不是秀的妙 其次呢 必定是情商高啊 懂得娱乐圈里 没有永远的敌人 据悠正探打听啊 圈内人也普遍反映 霍建华是人品 超级nice的白豆腐一枚啊 哎呀 颜值配 人品配 两人真的是配一脸啊 答应我们以后要更红了 依旧相爱不撕逼 好吗 刚说完胡哥 对唐人是死心塌地的 唐人另外因为 力捧的男性 蒋进夫就跟唐人 正式撕逼 提出了解约了 哎 真是风水轮流转的啊 猴正探在这里 就想为大家扒一下 蒋进夫当初是 如何几条零更新 导致其解约 唐人的八卦的 微信搜索 猴正探挨八卦 回复蒋进夫即可啦 多说一嘴啊 幸好更新是果断爆炸了 撕冲了大腿啊 否则如今都不知道 会几时线了 另外猛戳视频下方的 订阅按钮 爱我你就戳戳我 快来点订阅 快来点 另外欢迎到 微信的互动交流区 来灌水讨论 第一手的新鲜八卦 一旦你的爆料材纳呢 还有很丰富的奖励呢 快来吧 猴正探挨八卦 我就看看不说话 我们下期再见 贝贝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太遥远的相爱 一小时某个夏天 热闹还暗闲 地狱中的那个少年 骄傲的宣言 送出双手就能拥抱 全世界 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我们 不曾妥协 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 幸好还可以 幸好还可以堅持 当时的信念 感谢 五月歌县所有的胡椒 谢谢原剧 原剧的所有的朋友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我现在已经站起来了 接下去 接下去就是勇往直前 明天我要更加努力的 明天我要更加努力的 你们是我的人气 你们给了我这个荣誉 谢谢 这些事情让我们注意到 而且 也会成为我们将 努力的一个更大的动静 那我相信 在当一步 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 今好还可以堅持当时的信念 时间前是改变 当初的那个少年 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 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洋 我们还是心里面 那个偏执的少年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离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 等你的消息 总会有一天 你会相信我 我爱你